秘鲁总统库辛斯基在耶诞节的前夕 宣布基于健康和人道理由 特赦秘鲁前强人腾森千叶 数百名的秘鲁人25号走上首都利马市中心的街头 连续第二天抗议腾森获得特赦 并且要求特赦他的库辛斯基下台 还有第三名的议员宣布退出了库辛斯基的政党 而由于腾森担任国会议员的儿子腾森健二 在21号的国会投票当中 帮助库辛斯基逃过被弹劾的命运 腾森随即获得特赦 引发各界议论并且爆发示威抗议 路透社报道 库辛斯基25号首度对秘鲁人致辞 为自己特色腾森的行为辩护 表示宽恕身体衰弱的腾森情有可原 腾森于1990年代的独裁政府也帮助国家进步 他呼吁秘鲁人展开心意并且接受他 不到一个星期之前 国会才因为库辛斯基陷入贿赂丑闻案 而差点弹劾他 而这次特赦让库辛斯基的政府又陷入了政治危机